HELLO,大家好,我是Carter 我是正峰 嘿,正峰,最近我有客人啊 他在網路上買了一台平躺機 他以為一台平躺機就可以做全部的產品了耶 事實上真的是這樣嗎? 其實答案當然不是啊 我們如果有一台專用的平躺機 還是要搭配專用的輸出設備 因為我們每一種輸出設備 搭配我們平躺機做出來的商品是不一樣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跟各位介紹 好,我們搭配我們平躺機 以及搭配我們專用的輸出設備 可以完成什麼樣的商品吧 好,接下來我們來為大家介紹 十下最夯的三種輸出設備 搭配我們的平躺機 可以做哪些產品 好,首先正峰 我現在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一生賣最好的DTF輸出印表機 我們DTF膠片印表機的優勢有哪些呢? 第一,它有專用的白色墨水 以及搭配專用的膠片 那印製完成後呢 我們就可以燙印在我們任何部類啊 像我們衣服啊,袖套啊,領標啊 甚至到現在選舉最需要的 我們的防疫口罩 以及文宣小物 都可以用部類用我們DTF膠片印表機 來做輸出哦 但是重點也是一樣 需要搭配我們專用的平躺機哦 以上就是我們DTF膠片印表機的介紹哦 好,接下來Carter為大家介紹的是 我們熱昇華的轉移技術 所以我們會需要有一台專用的熱昇華印表機 它會搭配專用的昇華墨 我已經專用的紙張 那昇華的原理是在於說 我將墨水加溫到180度以上 經過一定的時間期望後 會附著到我物體上面 那它可以運用的範圍 主要來說 對部類來說會有比較大的限制 熱昇華只能運用在鉅子纖維 淺色系的布料 會以白色系為主 以及像是超細纖維的毛巾 那比較多熱昇華所使用的產品 會是像我們上面有專用coating 熱昇華塗料的一個耗材 像是我們的拼圖 手機殼 滑鼠墊 杯墊 鑰匙圈 這些都是我們熱昇華可以做的產品 快過年了 接下來Carter為大家介紹 是我們的碳粉印表機的部分 現在很多人都想要做這種燙金的紅包袋 它的原理是怎麼樣呢 它的原理的話是把你的圖案透過電腦輸出 我把紅燙放進去之後 輸出你要的圖案 然後碳粉本身會有黏性 放在平燙機上面 蓋上燙金箔 加熱之後 我的碳粉跟我的燙金箔 會產生黏性 撕掉之後 就會形成這樣的一個效果 這也是現在很多人在詢問的一種機種喔 好那基本上呢 我們介紹完三款轉印輸出設備之後呢 我們還是需要我們專用的平燙機喔 那我來跟各位說明一下 我們一升平燙機有哪些優勢呢 我們平燙機呢最大的優勢是 像我們這款它是有申請專利喔 它是實控式的 我們壓下去它會自動吸住 時間到呢它會自己打開彈起 那再來我們的壓力秒數時間呢 都是可以設定的喔 而且我們的溫度呢是恆溫喔 恆溫控制的喔 不會說正負差很多喔 那再來我們一升呢 還有一個最大最大的優勢就是什麼 我們有非常完整的技術團隊 以及非常完整的售後服務喔 所以呢 一定要記得 我們只有平燙機 還需要搭配三款專用的輸出設備喔 好 今天最主要就是想要讓各位客戶知道說 所有的一個產品都需要搭配專用的輸出設備 再搭配一台專用的轉印設備 絕對不是說只有一台平燙機 就可以做所有的產品了 那如果呢 各位客戶想要更詳細的了解的 歡迎來跟我們做聯繫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